好 提醒大家 騎車 開車真的都要小心 尤其一些比較怪怪的路段 常常發生意外事故的路段 趕快來看這個地方了 新北盧州環體大道 在14號發生了死亡車禍 這位重機騎士 他一次因為過完 他整個失控 結果高速的撞上了 對上的機車騎士 當場噴飛 重機騎士緊急送衣之後 很不幸的仍然回天罰術 其實告訴大家 這個路段真的很不平靜 三個月來已經發生 至少兩起死亡車禍 相關單位沿你 趕快要加裝測速照相 來降低車速 計程車後方 一輛機車順著彎道轉彎 下一秒 對象一輛重機高速撞擊 兩人當場摔飛 一次重機過彎不慎 整台車朝左方騎士衝撞 儘管普中機騎士已經減速 但重機速度之快 兩台車碰撞 發生巨大聲響 零件瞬間噴飛 機車橫躺路面 車頭也嚴重回損 幾乎看不出原本車型 警校鬥場後 也趕緊將兩名騎士送一 但四十一歲的潘信重機騎士 高速噴飛 到院後搶救無效 正信騎士也遭撞飛 同樣傷勢嚴重 但這個路段死亡車禍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三月一名外送員 疑似因為貨車闖紅燈 遭撞後傷重不治 新北市蘆洲環堤大道 平時車流浪大 路段又呈現歪型岔路 容易讓駕駛混淆 加上周邊沒有測速照相 只要路人貪快 事故就容易接踵而來 同一路段在三個月內 就奪走兩條人命 目前相關單位也在研擬 要在該路段設置測速照相 警方也會加強取締超速 防堵意外再發生 最新的消息同步為大家來插播 注意囉 好加油 快捏 要快了 要漲價了 說到美國升息 還有新台幣貶值 雙重影響之下 油價又要漲了 台灣中油已經宣布 從20號凌晨0點鐘開始 汽油柴油每公升 各調整0.1元 參考零售價格分別是 925千汽油每公升29.6元 955千汽油每公升31.1元 985千汽油每公升33.1元 這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先提供給大家 當然同步還要來關心的是 最近很多人想說 放個假期的時候 去個民宿玩 但是來看花蓮這家 非常知名的3D的彩繪民宿 之前遭到了小偷光顧 小偷在櫃台翻箱倒� 找到了鑰匙 翻箱倒櫃偷走了3萬6千元 民宿老闆就說 疫情已經重創旅館業 他們已經很慘了 你小偷也行行好 怎麼學在這個時候 還來偷他錢 現在又被偷錢 真的讓他欲苦無累 神算你貌外套的男子 鬼鬼祟祟祟到民宿門口 他先是東敲敲西看看之後 接著戴起手套 戴著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 摸了摸把手後 悄悄進入大廳開始偷借 前世紀畫面中可以看到 然後竊則進入大廳後摸黑找到櫃台 一陣翻箱倒櫃後 找到鑰匙 打開了抽屜 偷走了3萬6千元 民宿老闆隔天一早發現後急忙報警 有一個鑰匙的櫃子裡面 找到可以打開的鑰匙 他最後地方就在這邊 警方獲報後 調約周邊監視器 鎖定飯嫌的落腳處 民宿就在附近另一間民宿 但上門搜查後 卻發現飯嫌早已離去 以掌握飯嫌身份 正積極追查該嫌到案 原來當時民宿大門 因為有遊客入住 一時忘了鎖門 才讓小偷得逞 民宿老闆又氣又無奈 其實在這時候遇到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受到疫情影響 民宿已經很難經營 但沒想到上門光顧的 不是出宿客 卻是小偷 真的是雪上加霜 記者 劉璟教授 環天報導 好 精彩了 今天這次真的是史詩集的大逆轉 來看是我國羽球一節 戴志穎今天在BWF的 印尼羽球公開賽女單 四場賽當中遇到了誰 大陸好手陳宇菲 也是在泰國公開賽 冠軍賽之後再度的強碰 最終戴志穎10比21 這個26逆轉勝晉級了 一排恭喜刷起來 很棒很棒 小代表現得非常好 今天也將在對上是大陸好手 來爭冠軍的寶座 好 另外一頭 國民精神林茵茹 在今天凌晨在WTT挑戰賽 這個薩格勒不戰南丹四強 4比1板倒了德國的選手 也搶進了決賽 你今天將與這個 擊敗桌球教父 莊智淵的大陸新星 上棚來爭冠 力拼幫莊智淵來報仇 這目前講的最新消息 先提供給大家 當然同步還要來關心的是 電影《大尾盧曼》當中 飾演高桃老大藝人朱九 年紀只有21歲的季子 16號凌晨 他外出鄉挺朋友來助陣 不過遭到了惡意的衝撞 頭骨整個破了裂了重傷 緊急的送醫 目前狀況難為急的 昏迷指數不到三 腦幹受審得很嚴重 加人擔心就算救回來 恐怕也變成了植物人 網路上也出現了當時鬥歐的影片 真的非常的恐怖 帶您來至極 現場聚集五六台車 車上起碼有二十多人一擁而上 有人持棍棒揮舞 混亂之中 甚至有人舉槍 在場的人立刻鳥受散 沒想到這時一台鷹色轎車 突然一個轉彎 往人群直衝 三人被撞倒地 其中一人頭部重創 緊急送醫 傷者21歲周姓男子 被送到醫院時意識不清 他的媽媽跟到急診室 是大哭發抖 手術急救 頭骨破裂 昏迷指數不到三 他的繼父是電影大尾盧滿中 飾演腳頭老大的豬九 事發後四處求生問補 希望奇蹟出現 坦言情況不樂觀 家人說當天孩子晚上下班 說要幫朋友助陣 沒想到疑似現場有人開槍 甚至遭惡意追撞 警方根據影片發現 的確有人持槍 但現場未查獲彈殼 涉案的22人中5人未成年 半夜相約漁港談判 牽涉槍支 警方將持續追查 記者彭志明 楊生物彭馨 苗栗報導 天氣好熱 吃個芒果 消消暑吧 不過來看是台南玉井 盛產的艾文芒果 今年想吃 可以 但是你要花兩倍的coco 好 要多花心台幣 小朋友才能吃得到了 因為今年的芒果沒有開花 所以落果率很高 導致生產不足 台商紛紛很無奈 只能夠把價格給漲了 民眾也不比以往 扛著好幾樓芒果 很多人只敢用袋子 拎幾顆來回家吃 預警清果市場 整鑼框的芒果變少了 不少攤位空著沒人擺 攤發怕遊客只看不買 乾脆改成散裝買 現在是艾文芒果產季 但芒果今年沒開花 落果率高 導致生產不足 對比去年艾文一斤 只要30到40元 今年一斤卻漲到90元 整整漲了2到3倍 我知道今天芒果產量比較少 結果率很低 一兩的話 你去年是買多少 買500 今年買多少 640 芒果整個貴了兩三倍 讓民眾不敢買多 許多人只買幾袋 或只買一籠 但還是有民眾第一次買 就扛了三籠回家 買幾籠 我買三籠 多少錢 快40千了吧 今年芒果產量少 攤商也只能無奈漲價 看來民眾想吃 也只能硬著頭皮買下去 記者羅采窯 SNG小組台南報導 旺旺水神 它是微酸性電解 次律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奇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 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